MQ-9收割者 通用原子MQ-9收割者有时称为捕食者 必是一种无人机U-AV 能够进行远程控制或自主飞行操作 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统GASI开发 主要用于美国空军U-SAV MQ-9和其他无人机 被美国空军称为远程驾驶车辆飞机RPV RPA 已只是人类对地面的控制 MQ-9是第一款专为长续航时间 高空监视而设计的猎人杀手无人机 2006年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莫斯利将军 Timical Mosley表示 我们已经从伊拉克自由行动之前主要在情报 监视和侦察方面使用无人机 转变为收割者的真正猎人杀手角色MQ-9 是一种比早期通用原子MQ-1捕食者更大 更重能力更强的飞机 可以由相同的地面系统控制 收割者拥有950轴马力 712千瓦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相比之下 捕食者拥有115马力 86千瓦的活塞发动机 更大的动力使收割者能够携带15倍的弹药载荷 并以MQ-1的三倍速度巡航 飞机由地面控制站GCS的机组人员监控 包括武器使用 MQ-9收割者机组人员 飞行员和传感器操作员 驻扎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克里奇空军基地等基地 可以使用包括热成像相机在内的多个传感器搜索目标并观察地形 一种说法是 车在摄像头能够读取2英里3.2公里外的车牌 操作员的指令需要1.2秒才能通过卫星链路到达无人机 MQ-9配备了6个存储塔 内部储存塔每个最多可乘在1500磅680公斤 并允许运输外部油箱 机翼中部的储存塔每个最多可乘在600磅270公斤 而外部储存塔每个最大可乘在200磅91公斤 MQ-9有两个1000磅450公斤的外部油箱和1000磅4.5公斤的弹药 续航时间为42小时 收割者满载弹药时的续航时间为14小时 MQ-9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GBU-12铺路EI激光制导炸弹 AGM-114地狱火EI空对地导弹 M9响尾蛇和GBU-38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 正在进行测试以增加M9-2独次式空对空导弹 一个典型的MQ-9系统由多架飞机 地面控制站通信设备维修备件和人员组成 军事飞行机组包括飞行员 传感器操作员和任务情报协调员 该飞机由950马力710千瓦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提供动力 最高速度约为260节480公里每小时 300英里每小时 巡航速度为150到170节170到200英里每小时 280到310公里每小时 MQ-9驿展66英尺20米 最大有效载荷3800磅1700公斤 可以配备各种武器 包括地域火导弹和500磅230公斤激光制导炸弹 在执行ISR任务时 其续航时间为30小时 如果满载武器 则续航时间将降至23小时 收割者的射程为1000纳米米 1150英里 1850公里 作战高度为5万英尺 15000米 这使得它对长期的游荡行动特别有用 无论是对地面部队的监视还是支持 2007年5月1日 美国空军第432连队启动 在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 操作MQ-9收割者和MQ-1捕食者无人机 飞行员于2007年夏天 首次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2007年10月28日 空军时报报道称 一架MQ-9实现了首次杀伤 成功地向山区奥鲁兹甘省 Darrowood地区的阿富汗叛乱分子 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 据美国空军中将加里诺斯称 截至2008年3月6日 收割者已经使用500磅230公斤炸弹和地狱火导弹 袭击了阿富汗的16个目标 2011年10月 美国空军开始在埃塞俄比亚的 阿尔巴明奇机场外操作收割者 只在索马里进行监视行动 2012年 美国朱利比亚班加西大使遇袭身亡后 收割者和捕食者都被部署在班加西 2013年2月 美国在尼亚美部署了一架捕食者 在马里的Servo行动期间 为法国军队提供情报 它后来被两架MQ-9收割者取代 2015年11月13日 五角大楼报告称 一名MQ-9杀害了伊斯兰国成员 穆罕默德·埃姆瓦奇 俗称圣战约翰 他负责处决几名西方囚犯 2020年1月3日 美国MQ-9导弹 袭击巴格达国际机场 炸死伊朗圣城部队指挥官 卡西姆·苏莱曼尼 和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 副指挥官阿布马赫迪·穆罕迪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